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丙旭新卯丁有甲成 这是一个女命 她是在问说 她今年能不能够有桃花 我们要知道 女子的桃花 她所看的是官运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八字里面 她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本命里面 天干丙兴 天干为甲木 低支乘有和卯旭和 所以她低支是空的 现在进入极丑大运 甲成流年 这个八字 她就会变成是这样 天干甲几义和 还是一样圣甲木 低支乘丑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从她的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看不到官运 女子无官 她可以用财心来代替 最少也可以谈点恋爱 可是我们发现到 她也没有财运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自然 她的一个 桃花像 就会偏入 所以 各位 你就要看看 像她的这一种情况 要怎样才会有桃花 当然八字没有官 就看官出来 天干在这个大运里面 各位不管走冷水或者是鬼水 都会导致日主收克 而地支 子水 太水 一个职丑盒 一个贝克 所以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以她的这个八字 在这个大运里面 根本四个水 完完全全活不起来 她就只能够靠 庚金 新金 申金 酉金 四个金来帮忙 所以在这个运里面 她要做的并不是直接看官运 而是她的财运 而这也表示说 她想要有官运 把她的财运先搞好 所以如何提升自己的财运 为这一个大运里面 她最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只有财运提升了 她的官运才会起来 所以各位 这个八字 他就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迷思 我没有官运要补官 可是实际上官不能用 而必须要从财来帮忙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